卡卡丁搜索香甜的古早醋味 它就是很多台湾民众 相当虚爱的传统萃萃蜜 在中华有一间相当受欢迎的卡卡丁业者 它除了传统的口味以外 还有更发出海苔、香葱、丁丁的现代口味 受欢迎的听到 现在已经变成望楼顶管 民众一定的赞问上品 在家里的密麻花 扇花到买鸡以及藏的香味 我们看水温就要流下来 这个密麻花就是现在帮路电馆 相当多的商品 吃过客人都相当厚肉 而且只要吃过 就都会变成常常来捕毁的老国客 蛮好吃的之前有吃过 有来买过了 而且都会买回去给亲戚朋友吃 他们这样的密麻花好吃 而且它不会黏牙 他们有像说密麻花在我们田中这边 算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伴手礼 所以现在的话 我要去亲朋好友那边拜访 所以我就来这边顺路 然后买个几包 送去给朋友吃 那每个朋友都说 只要我过去他们那边拜访的话 就要叫我来这边带个密麻花 过去给他们吃 这间围在中华店中是品牙这 製造过早别的密麻花 已经有30多长时间 用心製造好吃的密麻花 受到消费这些困点和虚拟 加上製造和保重的过程 都是套面花 让这些围买的民众 都感觉看得安心吃得放心 因此吃到家族会才是接近 密麻花的几包 可以穿到一天买出准备的 我一天的纪录 差不多有三万个 在几包这些地区 开始接手了后 少年人也特别愿化出新的口味 不管是海苔 亚迹 土豆 店口味 同样受到消费这些虚拟 加上经营望楼店面 目前已经成为帮路上 团体告备的节目上品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接棒之后 我就跟老婆商量 然后有网路行销 然后门市 研发很多种口味 像香葱 原味 海苔 椰子 花生 让客人有很多选择 因为它不是像我们家的香店 什么草莓 白香菇 或者是什么 凤梨的口味 就是一种感觉很实材 很朴实的那种口味 我们这个密码花 实际上是很好吃的 它们的葱花又多 然后咬起来又酥脆 这些清新来到围地中华店中 与这些製造密码花的工厂 就能看到老老家 清新来製造手卷密码花 以及少年老家 清新控制有一个柜亭 以清新和用心的台都 来製造的密码花 不管是古早味 也是现代口味 不管它能团伯三十多档 记者 金风酸 彩虹报道 彩虹报道